HELLO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我們又要來到一個職場小教室 就是我們的初老鳥系列 今天要講的是離職 我忘記講的哪一集 面試招工作 然後就講到離職嘛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離職經驗 然後大家也知道我們大概入職場 你多久我又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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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了吧 那我也不會太少 我可能也有個 你少我兩年頂多吧 對 兩年 所以呢 在這六到八年之間 我相信如果在場有跟我們一樣出老腦 應該已經也有離職經驗 那如果是菜鳥的人 你也可以聽聽看未來你可能會面對到的離職小故事 嗯...我想問一下請問你提出幾次離職過 很多次 我只能說很多次 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就如同分手之後不會記得前任 其實數得出來你給我數就對了 然後在那邊廢話一堆 嗯... 這遊戲本來就很難界定啊 四次吧 請檢數一下你離職的過程 哦...就是離職單丟在老闆臉上啊 沒有啦還是跟老闆說 我有事情想跟你聊一下 通常老闆是覺得 嗯...這一定不是什麼好事 老闆就會想要裝麻 他說我接下來有個什麼會議 我等一下又幹嘛又幹嘛的 他就會各種裝麻 一直拖延 對各種拖延 然後你就要不要管他 你要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真的不行 你就利用午休的時候跟他吃飯 吃完飯走回公司的路上跟他聊 就說啊...我想要離職了 然後呢這時候老闆也都會細靜一樣 蛤?為什麼?怎麼了? 好像不知道一樣 你應該也是遇到就是很誇張派的 就... 哦...我等一下跟你分享我的 就是他們一定會假裝很驚訝 蛤?怎麼了?怎麼會? 然後呢我就會很客觀 我不太喜歡攻擊 因為我覺得都要走了 然後到時候你走了你也不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所以還是少說一點就好 就說啊沒有啦 我自己自己有新的規劃啊 所以就是想要離職 然後他如果說蛤?你有什麼規劃? 就喔這個不太方便透露 未來友情會再跟你說 然後他通常就不會再問了 大概都是類似這樣的嗎? 就是這樣的分手嗎? 對差不多這樣分手 然後他們就會很心死的之後說 嗯...那不然你做到什麼時候 想請你們在演什麼的 那我講我的囉 我提出分手 兩次 可是大家想說 欸奇怪我不是上面 只有一份工作嗎? 為什麼提兩次 因為我前公司公司還蠻大的 然後算是轉部門 其實我認為其實也算是 提立職的一種 喔對啦 對啊 因為其實轉部門就是要跟A老闆先說 OK我要去B老闆那囉 對 算我們在同個集團 對那你其實就會辦一些手續 所以就代表你不會在這個A老闆下面 繼續做事嘛 所以其實也是半體分手的狀況 然後我這兩次提分手呢 老闆都很淡定 喔 你等一下 你這樣提分手有點尷尬 就是同集團的話 等於說是 喔我跟你分手 然後我們每天都還有可能會見到面 對 對對對 然後但是我老闆都很淡定 因為這跟那個 我前公司的環境有關係 我還記得我跟我老闆提分手的時候 第一個老闆提分手的時候 他說 好好喔 我也可以去嗎 他想跟著A級去投靠B老闆這樣 就是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A老闆完全動 我在想什麼 完全理解 就是 因為他完全想的一樣的事情 為什麼說他完全想的一樣的事情呢 因為在我提分手不久後 他就離職了 那 很開心底下的人已經有新的敘述 那他可以放心就走了 而且還沒完喔 他除了離職之外 等我走了之後 我們整個小部門就瓦解了 就很像我開了第一槍你知道嗎 然後就大家砰砰砰砰砰 對然後我跟我老闆離職 然後其他人離職 什麼什麼離職 然後整個小部門全部都離職 這是我第一個小離職的 而不是小分手的故事 然後我第二個的時候 然後我還記得 我是過完年的時候 嗯 這個小撇步 就是領完年終啊 你再看看幾個 領完年終就是一個 對啊 可是我覺得大家不用不好意思 因為有什麼好不好意思 你就是因為前一年做得很辛苦 你本來就應該要拿你的年終啊 你拿完再走 不然就是合情合理 對吧 對 合情合理 不要不好意思 但如果說你是那種 前一年已經 留職停薪大半年 然後你又要回來 就是特別領那個年終的話 這樣可能就會稍微 被人家說一點點閒話喔 但還有那個都要拿不多嗎 對對對 反正我就是在領完年終之後 我就會提禮職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鼓起勇氣 去講這件事情 就是自稱跟提分手好像喔 就拿 你還記得嗎 你陪我一起 我記得我一直逼你 你還想多待 我都不知道你待什麼待 對啊 你就是那個覺得 蛤 我的臉中就馬上提子 這樣會不會不好 對 我就會很不好意思 怎麼會不好 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在職場上 真的是不要提大家太多著想 因為其實 老闆都不會 不是啊 還是有那種會為你著想的老闆好不好 但他為你著想 肯定都會有一點私心 所以大家還是真的要多為自己著想一點 嗯 那在我離開之後 那個小部門也挖鐵 欸你真的很棒欸 這代表我有警覺心啊 好 對吧 好這個故事講了蠻久的 那我們可以來探討一下 離職要考量的有哪一些因素跟要素 從你最近這一份離職的原因好了 我覺得前面因為產業不太一樣 錢跟錢景 好錢跟錢景對我來說是還蠻一樣的東西 但不一樣欸 不一樣 我說對我來說還蠻一樣 我就是那一種上班沒有什麼上進心 但是你叫我做什麼 我都會把它做好的那一種人 但是你說要什麼 啊去學很多東西啊 去那個什麼 我覺得嗯 不要 我就是 領多少錢做多少事 所以老闆如果願意多留一點錢的話 我願意多做一點事 這是對我來說是很OK的事情 那前瞻性是未來的錢的前瞻性是不是 嗯 所以那其實都是 喔對難怪你說是一樣的 跟我想了 OK好 對那當然還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那時候 前公司發生一些問題啊 反正就是要瓦解了 要被併購了 所以客戶趕快提醒我說 你趕快找工作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幫你介紹 你趕快離開 然後呢客戶這樣講是這樣講啊 但是我也 就是他的好意我心領的 我還是靠自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 也確實在我離開沒多久之後 前公司就已經被併購了 可是還是有人說 蛤 你怎麼那麼可惜你被併購 你就是可以無痛到更大的公司去 我就覺得說不要啊 如果真的要進去 你應該是自己面試進去 你哪需要是沒有上進去的這樣想啊 你不是就是 有錢領就好了嗎 對啊 有錢領就對了 對啊 我這個人比較智利一點 好 那我想一下我的 我當時提離職 我很在乎前瞻性耶 就是我在人與人之間 還有工作與工作之間 因為他都是陪伴你生活很大一部分的東西 只要我覺得我們未來相處有問題 我就會想離職 有一句話叫做 你老闆現在的樣子就是你未來的樣子 你就會覺得 我在這個組織裡面 我沒有辦法想像我3到5年之後的樣子 就是看你老闆來做的事情 是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 那我在這裡是沒有未來的 你看你老闆現在做的事情 就覺得 要這樣做才會變得公司更愛你 給你更多薪資 給你更多promotion 然後你就看他所做的那一些 給公司的激勵因素 你就知道說 不是這不是 做不來對不對 這我做不來 我不是想要這樣子繼續走下去的 這個是我會最大想要提分手的原因 然後還有第二個是 公司的發展性也是我 會想提分手的原因的因素 我前公司可能不至於到完全被取代 可是他的那個賺錢的那種因素 就會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都在萎縮了 這個市場已經沒有像當年這麼好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我不如趕快換一個環境 那你有發現換到哪個環境毛利都會壓縮得很嚴重嗎 還好你要看說 你換到新的環境跟你拿到的錢什麼的 對阿就是毛利如果差不多那些 如果說光是毛利不斷被壓縮 可是事實上你薪水還是很多 可以帶 可是 我就覺得 那也是錢阿 所以我就多重考量阿 那個工作原本的工作就是 已經沒有什麼前瞻性了 營運上又沒有往年好 薪水其實也 對 各種考量之下你就會覺得說 嗯 是時候可以換個環境 喔還有就是 我真的覺得 硬技能來說 我已經學得差不多了 軟的東西其實我也面對過很多 剩下就是 除非我要在那邊生根 我才有繼續要留著的因素在 對 所以我就提離職了 還有 產業 就是產品別我想換產品別 有些菜鳥想要問說 菜鳥應該多久我提離職怎麼評估 兩個啦 一個很快就閃人一個 待至少一年啦 對啊 就是很快閃人是 你知道有些 有些狀況是 你面試跟你實際上班之後 就是完全兩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實際的狀況是 你不想要的 你真的可以 馬上就走人 不要浪費時間 真的 這是有點像是你相親 你看到照片 是你的菜 就看到本人是離你的菜 十萬八千里遠 你還要硬場或自己跟他在一起嗎 你一定是馬上跑嗎 對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另外一個是 我說待至少一年 是如果說你覺得這個 跟他講的差不多 然後你覺得 你也想試試看 那你就 就做 因為至少有一年以上的經驗 你在換下一份工作的時候 才會有實質上的經驗累積的幫助 對於新公司來說 他會覺得 你至少穩定度夠 不會說來我公司一下就走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科技業的話 是要帶三年 就是你要帶你就要帶三年 真的 欸我跟你說過那時候 我在科技業 然後 因為是我表哥把我帶到科技業裡面來的 他就說 欸你去投這個 你去投那個 然後我就閃了 然後我表哥就說 你至少要帶三年喔 然後後來我就不知道問了誰 反正跟我表哥不認識的所有 只要在科技業的人 大家都是講三年 三年會是學得蠻完整的阿 但其實兩年多我覺得就可以 但是你要有把握 如果你學得比較快的話 這我覺得也不是就是 有時候是 關係經營上 還有人脈的培養 三年是一個很大度 我覺得三年是一個很cycle的 很周期型的時間 其實如果你要繼續留在這個行業的話 大家都會看你大概有沒有三年 其實你也有三年阿 我有三年 但我其實兩年多就是 就有想要跑的 OK 我不曉得要四年 就是看學習速度 我那時候比較勤勞一點 就是差不多三年 我想要換工作的時候就會很勤勞 就是一個差不多三年 對 如果說你剛剛是選項一的那一種阿 馬上跑 不要寫在履地上囉 不要傻傻寫在履地上 那個馬上跑的就不要寫在履地上 千萬是不要寫 假裝沒這件事情就好了 對 因為人家也不一定會特別去查 然後你特別寫上去 大家就會問你說 欸為什麼 你這樣是不是拿石頭砸自己腳 真的是那種很快閃的 你就假裝沒這段經驗就好了 對我就 就跟你那種不是很認真的戀愛 你又不會跟人家說 喔我有一段沒有很認真的戀愛 就喔我有跟那個交往對象 大概才交往了三天 這樣就可以真的不用講了 真的不要講了 就是離職阿 你們一定要想清楚你們是 衝動還是評估過 那有些衝動離職就是 今天不爽了啦 老娘就是不爽了啦 然後離職是在很帥氣的丟在那個 總經理辦公室你就要走 這個就是 email給全辦公室看到老娘就要走了 對 然後什麼要分辨是衝動還是評估 就是你離開之後你會不會後悔 你要冷靜想想 試想如果你下面有這份工作你會不會後悔 然後你要評估說 欸你現在的存款夠不夠你活個 一年阿半年阿 我覺得至少要半年 我是要一年阿 你知道這就像是關係經營 你不能因為一個兩個人之間小吵架 你就動不動提分手嗎 這樣感情就不會長久阿 你們感情走的機率就是也不會走得更深阿 你的 reputation一定很差 不是這個就是感情問題 如果是一個很常提分手的人 你就會小心 對阿你就會覺得他是不是很常提分手 那我跟他在一起是不是也會被提分手 對你就會保留一點點 而且你們知道職場裡面阿 其實大家都會去reference你上一份工作 所以你不要想說老子很帥 你就是丟了就走 對 他會打電話給你上一個工作的老闆 對所以不要太常隨便把分手掛在知法上 對就神聖評估啦 其實你可以大概想想看你下一份工作長什麼樣子 你要有想法才離職 或者是你已經找到下一份工作了再走 對但感情不要這樣喔 欸對傻眼 欸這個不能套感情欸 這個不能套感情 對不對 對對對因為 可是在工作腳踏然後穿其實是 是對的事情 那也是有本事的事情 欸為什麼這不能套用 這是唯一一個不能套用的事情欸 因為錢 這是你感情的寄託跟工作換到的錢是實質上的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是有時候可以差不多比喻 因為都是生活所需 就是讓你有過更好生活的動力 錢好不好 感情上不能這樣學喔 其實換工作也低調一點點好 你確定那個新的飯碗捧穩了 你再跟大家講喔對我換新工作 因為還蠻常發生就是那種 藉由兩隻腳中間就兩隻腳往 那兩條船往不同方向去你就掉到水裡了 就什麼都沒有 這種情況也是有的 那如果你想休息一下也是可以啦 所以就像我說你要有一些存款 找工作跟找伴侶一樣 TDZ也跟提分手一樣 不要衝動 仔細評估 不要吵架 對不要吵架 好聚好散 因為業界其實蠻小的 沒有啊 業界很小 燒度也對 對你遲早會遇到 任何產業都是 他會說欸你是那個什麼公司的Clear嗎 或是跟人家打聽說 欸你知道哪一個公司的Clear黃嗎 喔我知道啊 他就一天到晚一直提分手啊 一直把離職掛在嘴巴上啊 我聽他講其實講三年還在同樣地方 對喔 還有我跟你講 補充一下 辦公室總是會充滿那一種 一天到晚說要離職 我真的很想離職欸 然後都沒有離職的那種人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就是很理解這些人 沒有 我到後面都會刀啊 我說啊你不是在這 你知道 不誇張 我在前公司喔 有人從我Day1進公司 就一天到我在提離職 一直到我提離職的那一天 他都還沒走 這種人就是很愛抱怨 然後把那種分手放在嘴邊 然後都不做 所以這種人其實怎麼樣 他不太會去改善他的生活 所以公司其實也知道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Promotion機會的話 公司也不會 通常不會是他 對 其實我是那種 當我只要離職不小心說出來 我就是真的會要離職的那種人 因為不然我不會想要有這個念頭 好啦 今天我們的離職小教室就到這邊囉 所以大家喜歡的話可以按讚就能分享 對 這只是我們的經驗啦 大家就是 參考就好 不需要太 對對對 不用一定要照著做 不用保覺得我們是對的 沒有 不一定是 完全是對的 因為狀況不一樣啦 兩個人遇到狀況不同 產業可能也不一樣啊 對不對 好囉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掰掰 小狼說掰掰